姐妹们还记得我之前在治愈系电影里面 给你们分享的小森林吗 女主角酿造米酒的画面真的好让人治愈 满瓶的酸甜感想想就让人忍不住呢 所以今天有求病的我呢 就给想要尝试 但是又不是特别会喝酒的公主们 分享一些我自己都会在家里喝的 口感好颜值又高的微醺甜酒 看看能不能找到属于你们的那一口吧 第一个必须给你们安排这个意大利的草莓甜酒 看着是不是特别像公主喝的那种酒 上次朋友来家里玩的时候呢 我就开了一瓶 结果发现它意外的好喝 它里面是有20%真实果肉的 并且它是用香槟做酒底的 闻起来呢 就是那种酸酸甜甜的草莓果肉的味道 喝起来也非常的顺口 而且它只有5度左右 并且还是低卡健康的 就很适合一些酒量不好的姐妹在家里喝 或者是跟闺蜜啊 室友在寝室里面喝 第二个就是我最近非常喜欢的这个桂花米露 不是让你们爱吃米酒小丸子啊 反而我是真的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冬天的标配 我就是老吃的话 真的很容易胖很容易胖 后来我就发现一个神器可以代替它 就是这个桂花米露 一打开就是那种桂花的香气 真的好上头 但它其实的酒精含量只有0.5度左右 太好喝了 真的就是很顺滑很好入口 真的强烈建议你们去试一试这个 接下来就是两个果酒 一个是春山旺的这个荔枝酒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柚子酒 春山旺这个是苏州桥直接出品的 它也有很多很多口味 但是我比较喜欢的是这个荔枝味道 这里面是有60%的果汁含量 所以它喝起来基本上就是还原了果汁的那种味道 闻起来满满都是荔枝的那种清甜感 而且它这个6%浓度左右的酒精 喝起来其实并没有那么呛口的 还有这个柚子酒也是强烈推荐给你们的 我真的是非常喜欢柚子的一切 柚子本柚还有柚子醋 以及柚子酒真的都是我的心头号 这个酒的口感其实有一点微妙的那种 当入口就是那种柚子比较甘甜的味道 稍稍到厚味一点就是又有一点柚子皮那种青色的苦感 还是比较清新爽口解腻一些的 度数也会比之前的稍高一点 大概就是在8.5度左右 喝起来的酒味也没有很浓 接下来是北海道的一款深葡萄酒 一般的葡萄酒它其实喝起来没有很浓的那种葡萄的味道 但是这一瓶就真的是 一打开就是那种香腻水晶葡萄的味道 闻起来就很清甜 而且因为它是这个鲜葡萄酒的原因 喝起来就没有那种甜腻的感觉 还是会有一丝丝的酸度在里面 不过这一瓶我是更建议大家放冰一会儿喝会口感更好 酒精度大概是在10%左右 所以如果不太能喝酒的姐妹就少少喝一丢丢碗 最后这个是我在逛OLED的时候发现的一款鸡尾酒 它是那种果味很重很重的鸡尾酒 关键它整个微醺系列起码都有十几二十个口味 我比较喜欢的就是这个桃子味道 简直就是我的本命味 您就是蜜桃公主吧 喝起来真的就像是桃子汽水一样 几乎没有什么酒味道 还有这瓶菠萄味的也特别好喝 就那种比较偏清爽的 有点酸酸甜甜的味道 下面也都写了大概只有3%左右 不太喝酒的姐妹们 可以去先尝试一下这种微醺的鸡尾酒 好了 最后再提醒一下各位不太会喝酒的公主们 虽然度数不高但是还是要小酌移情哦 还有什么想看的记得在评论里面告诉我哦 爱你们拜拜